印着谢谢台湾的繁布避漫挂在墙上 上头贴门彩色的纸贺 还有许多日本朋友写给台湾的感谢与鼓励 另一边展示台上则是有许多台湾中学生 在311十周年之际写给日本朋友的祝福 在311东日本大地震的十周年追悼感恩会 可以看见双方人民对彼此真挚的祝福 双边的官方代表也感谢彼此一路互相支持鼓励 台湾の方々は震災のその日から今日に至るまで ずっと日本を支え励ましてくれました 10年前私たち日本人は台湾の方々からの心からの思いやり 温かな支援の手に震災から10年目のこの日 是非とも台湾の皆様と心を一つにし 被災地の復興 そして人々の悲しみが少しでも早く言えることを 心から祈りたいと思います 日本311大地震发生至今10年 当年热心的台湾民众踊跃捐款给日本震災 成就台日友好的佳话 台湾也很高兴能有日本这样的好朋友 10年过去日本的国民仍然只要有机会 就会不断的来感谢曾经援助过他的人 我觉得这样子的国民民主性 我觉得台湾能够作为他们的朋友 我们觉得非常的尽兴 而台湾日本人会理事长牧原武智 也称赞台湾人当年雪中送炭 是日本人真正的好友 并提到中共肺炎疫情肆虐下 去年日本获得台湾援助口罩 这些是用谢谢无法完整表达的感激 这场追悼感恩会 除了在当年地震发生的日本时间 下午2点46分 全场默哀一分钟 台湾与日本的官方贵宾代表 也献上白色花束 判灾未灾害祈祷同时 加深台日双方羁绊 新台人亚太电视 林玉堂黄晏玲 台湾台北报导